以哈加薩衝突是持續了超過一個月 聯合國安理會在英美俄三國棄權之下 是首次通過加薩延長人道暫停的決議 而乙軍進攻加薩的西法醫院之後 公布影像證明院內是藏有哈馬斯的武器裝備 但是市委秘書長譚德塞是譴責乙軍的行為 認為醫院不應該淪為戰場 而卡達則協議以哈的人質談判 不要釋放50名人質來換取停火三天 聯合國安理會十五號針對 由馬爾他提出的加薩走廊衝突 延長人道暫停決議進行表決 最終在美英二三國棄權下 以十二比零通過 這也是以哈加薩衝突一個多月來 安理會首度針對人道暫停 以及進行人道援助通過決議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代表 也對這項決議作出回應 此外以軍已在十五號攻進加薩最大的西法醫院 並公佈影像顯示核磁共證設備 正後方發現哈馬斯的武器和軍用設備 來證實醫院已被哈馬斯利用 違反國際法 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 十五號譴責以色列 在西法醫院的軍事行動 完全無法接受 醫院更不是戰場 但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十五號視察加薩邊境 強調包括西法醫院在加薩走廊 沒有以軍到達不了的地方 而美國總統拜登十五號 在APAD的記者會上明確表示 加薩衝突要結束 必須確定哈馬斯不再具有發動十月七號攻擊的能力 但也明確反對以色列占領加薩走廊 另一方面卡達十五號也持續尋求 讓哈馬斯跟以色列的人治 談判取得進展 目前最新的訊息 包括讓哈馬斯釋放五十名人治 來換取以色列停火三天 公視新聞沈陸佩編譯